真的耶 真的耶 49800 不要這樣啦 我就是這一次去澎湖 然後因為我是很喜歡 玩海邊的人 所以我就是帶的都很實用 你看像我就這個 我就上飛機 小朋友的一些證件 然後我的皮夾什麼 我就可以帶 這個買名產的時候 就是你知道 就丟丟丟 因為它容量非常大 對 然後呢 我為什麼要帶那麼多包呢 是因為 沒有 因為我很怕 因為四天三夜 不是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說 我如果就是說 去那邊發現我沒有帶 我會後悔 所以我就想說都帶一下 因為這個也是毛巾褲的 這一咖包很適合 配套丁 配套丁 不是 因為它毛巾包 毛巾包 流汗很好用 對 或者是你手那個防曬油 很油的時候這樣 對 如果妳捨得的話 然後這個也是 就想說如果 在這幹嘛 沒有啊 背包 萬一你要騎腳踏車 這怎麼辦 這個是海邊用的 所以你防沙 所以你在沙裡面滾回去 抖一抖就好了 抖一抖就可以了 還有必 這最重要 對 這個一定要的 因為我想說去海邊 一定要來一個 就是這種 膠磨的 對 就是那種太陽打不進來的 就一定要帶一些 像這種就很容易帶兩個 一個就是不小心 我一定掉到海裡面 所以我常常有 對 那我這次 一掉直接馬上再拿一個 對 還好 我這裡還有Yubi 拜拜 你還早就想到 對 真的啊 很多朋友都常常就是在 海邊一掉 真的 因為你稍微 譬如說你滴下去的時候 就這樣 對 然後你又想說 哈哈怎麼辦 好可憐 然後還有一個我必 一定要的 必戴的 必戴的就是草帽 待在海邊 這個是有厚度的 對 因為我是長時間待在海邊 可能有時候會待一整天 那是真的怕眼睛受不了 或者是什麼 或是曬焦了 所以我這個草帽一定會戴 然後接下來就是造衫 比如說有時候我會穿比基尼 然後就直接再把它套 套上去 這件好好看 對 然後就有一點點這種浪漫的風格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 比如說你今天有點猶豫 就是不知道要不要下海的時候 然後你就把比基尼穿在裡面 然後如果要下的時候就脫了 反正就涼涼了 穿成這樣 對 好 我的東西就差不多這些了 好酷喔 等一下 請zie 4 8 5 9 5 1 5 1 1